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睡觉还在创作 要么就是请一些专业的老师来教自己舞蹈 如今张艺兴已经30岁了 但是在感情方面却还是个小白 虽然有不少网友觉得张艺兴这个纯情人设有些不合常理 但是粉丝们却乐在其中 况且张艺兴的确从未传出过绯闻也是相当省心了 和张艺兴没有恋爱经历不同 张艺兴的前队友陆寒显然是另一个极端 他在自己人气正处于巅峰的时候 高调宣布与关小彤之间的恋情 这也让他陷入了脱粉危机当中 不过如今五年的时间已经过去了 时间终究证明了一切 陆寒和关小彤的感情依旧很甜蜜 他也再没有传出其他桃色新闻 陆寒能够用自己的事业做赌注 并且五年痴心不变 也算是值得托付的人 比起动不动就搞地下恋情的那些明星 陆寒无疑更有担当也更坦诚 白净婷自从走红以来 就一直在各类综艺节目中 展现自己耿直的一面 无论是面对男生还是女生 他都一视同仁 因为太过耿直 小白还喜提助孤生的title 公开场合生人物竞也就罢了 慈下里的他还将这个人设贯穿到底 1993年出生的他至今都没有官宣过恋情 虽然他曾和导演姚婷婷传出过绯闻 但是两个人巨大的年龄差是不能忽略的问题 近几年来 白净婷也很少会出演姚婷婷的作品 谣言自然不攻而破 不过相比对于大多数粉丝来说 小白恋爱与否应该都不及他吃火锅抢鞋子的瓜好看吧 小战25岁之后才开始进入娱乐圈发展 在成为明星之前他的风评就很好 不过关于他出道前是否谈过恋爱仪式已经很难说清楚了 但是自从出道以后 小战就将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了工作上 就连走红之后都没被网友们扒出 所谓的恋情也都是绯闻 而他合作过的其他女明星基本上很少会与他进行互动 就是正常的营业而已 王一博的私生活也很简单 除了摩托和滑板之外 他似乎只有跳舞这一个爱好 可能是将大量的时间花在自己的爱好上了 一博实在没有多余的精力去谈恋爱吧 另外一位因为出演双男主剧集 而成为顶流的男明星龚俊 也是很自觉 自从走红之后一心满工作 他的档期都已经排满了 基本上连休息的时候都没有 就更不用提谈恋爱了 此外龚俊在走红之前也很少传绯闻 他至今也没有承认过任何女朋友 这也让粉丝们感到欣慰 四字弟弟在某综艺节目中谈论情感话题 被问如果你喜欢一个人藏得住吗 他回答说 小时候有关系很好的女同学 两人一起上学上课外班 待在一起的时间久了就会很开心 这是一样千玺对于童年美好时光的自爆 是年少时懵懂又纯真的爱 然而明明小学时候就情度初开了 年已22岁的他 在感情经历上却十分单纯 从小的艰苦学艺 让他错失了很多同龄人的快乐 而年少成名带给他的除了荣耀 还有漫长的孤独 他曾不止一次说过 羡慕那些上学的同龄人 可以一边接受知识 一边与同学建立友谊 但是他的工作太多太多 学习的时候大多不是坐在教室里 而是收工后的夜晚 跟着家教老师一起学习 雷佳音爆料 在剧组的时候 千玺总喜欢一个人待在角落里 千玺自己也在文章里写道 他喜欢晚上安静 只要让他一个人待着 脑袋里的那些问题便不再跟着他 有人问过他一个问题 你希望你的世界里有人吗 在长久的沉默后 他突然用谜一样的气声说了两个字 希望 短短的两个字令人泪目 由于工作原因 他常常不能陪在父母身边 并且妈妈生下了弟弟楠楠 有了弟弟后 他更是化身宠地狂魔 在微博上晒弟弟的照片 带弟弟去录制节目 再忙也会抽出时间陪弟弟玩一玩 他特别喜欢猫 养了三只猫宝宝 看着他们满是宠溺的眼神 睡觉生怕自己会压到他们 外表高冷的他 有着一颗特别温柔的心 同为养成类明星的小凯 情史也是一片空白 或许是因为国民弟弟的形象深入人心 又或许是因为工作实在太忙 到现在仍旧是一张白纸 三小之中的王源 情史也很干净 现在一门心思做音乐 完全没时间弹情帅 国民弟弟吴磊的感情 也是一片空白 尽管演了不少偶像剧 在剧中谈了不少甜甜的恋爱 但现实中的磊子 还是个没有长大的中二少年 除了这些未婚男性 很多已婚男士的情史也非常简单 人家伦还是个无名之辈史 就认识了现在的老婆聂欢 两人相依相威 成名之后人家伦也没有飘 细心的经营着爱情 拍完大唐荣耀后就公布了恋情 在采访中也毫不避讳谈论恋情 关系恋情第二年就结婚了 给足了妻子安全感 实力派演员王磊也是个宠妻狂魔 王磊与妻子李小萌是校园恋爱 从相识到相爱 历经七年而后步入婚姻的殿堂 如今结婚八年 没有任何绯闻流出 为了给老婆安全感 王磊不接吻戏 即使会限制发展 他也不在乎 军装美男张若云 不仅事业有成 爱情也是甜蜜美满 他和妻子唐一新的爱情故事 像偶像剧一样浪漫 两人从车祸结缘后 一直低调恩爱 直到2017年才官宣恋爱消息 虽然低调 但张若云和唐一新 却各种暗绰绰的发糖 脚踝同一位置 纹情侣纹身 穿各种情侣装到处旅游 张若云对唐一新 也是极尽宠爱 2019年 两人结束了九年的爱情长跑 携手步入婚姻 两人的婚礼不仅选在 不允许离婚的爱尔兰 女方婚纱名字 也是取自两个人名字的血音 灿弱烦心 婚后两人爱情甜蜜 还迎来了女儿的诞生 成为了幸福的三口之家 过着简单快乐的生活 从2010相恋至今 虽然身处于乐圈 但张若云没有任何绯闻传出 每当提起唐一新 她都会露出幸福的微笑 曾是飞伦海成员之一的吴尊 对待感情也专一痴情 唯一的爱人 就是她的初恋妻子林丽颖 吴尊在16岁的时候 遇见了林丽颖 一爱就是一辈子 2020年 他们参加综艺节目 婚前21天 吴尊介绍林丽颖时说 她就是我的背后的女人 我的伟大的太太 在节目中 她还专门给妻子 策划一场完美盛大的婚礼 因为当年结婚的时候 两人并没有举办婚礼 这也是多年来 吴尊心中最大的遗憾 从相识到相恋 再到现在的儿女双全 吴尊和妻子已经相伴27年 两人依旧恩爱甜蜜 让人羡慕不已 行走的赫尔蒙朱亚文 凭借一口充满慈性低音炮的宝贝 俘获了无数少女的芳心 但自出道以来 朱亚文却是一个低调演戏 从不炒作 绝身自好的男明星 很少有关于她的负面新闻 朱亚文的感情经历有两段 一个是谈了长达九年之久的初恋女友 一个则是现任妻子沈嘉妮 在婚礼上 朱亚文对沈嘉妮大声告白 婚后沈嘉妮渐渐退出娱乐圈 回归家庭 而为了给足气在安全感 朱亚文主动把家里经济大权交出 在外拍戏 也是尽可能与女演员保持距离 曾被评为天涯四美之一的演艺宽 在屏幕中的形象风流倜傥 现实中感情生活却十分简单 她只有一段情史 就是现在的老婆杜若西 2013年 颜艺宽在杜若西演完话剧 《21克拉》的舞台上捧花上台求婚 2014年 两人在巴厘岛举行婚礼成为了夫妻 很多人都觉得杜若西配不上颜艺宽 但颜艺宽却觉得是自己高盼了杜若西 因为杜若西是在她的事业低谷时认识并相恋的 杜若西的出现用颜艺宽自己的话说就是 她是让我重新找到自己的人 她给了我一个重生的机会 结婚前颜艺宽不仅把所有的钱都给杜若西管 还把家里的房产等物品都只写杜若西一个人的名字 妻子怀孕以后更是直接不工作了 全天在家陪老婆直到她生产 2018年 两人的爱情结晶小肉肉降生 从二人世界变成一家三口 这些有言有才有专业的男演员你最喜欢哪位呢 娱乐圈明星的私生活很精彩 这个观点几乎已经是心照不宣的既定事实 脱口秀大会上就不止一个脱口秀演员说到过关于娱乐圈的乱 那圈男女关系可混乱了 你加点小心吧 尽管大家对娱乐圈的乱象已经见怪不怪了 但依旧有不少清流在面对诱惑时始终坚守本性 她们个个风华绝代 初到二三十年却几乎零美文 她们都是谁呢 接下来咱们就一起来扒一扒娱乐圈里情史最干净的女星吧 看看你最喜欢谁 曾经主持过娱乐现场最佳现场影视风云榜快欢舞林等节目的著名主持人谢南 与鲁玉柳妍这些情史丰富且坎坷的主持人相比 她的感情生活可以说是很简单很幸福 她嫁给了自己的偶像吴基 两人在一起后谢南非常支持吴基的事业 甚至抵押房子换钱帮吴基拍电影 2014年她们在北京举行了婚礼 因为忙于拍摄战狼 婚礼的大小事与多游谢南操板 谢南很霸气的给吴基打电话 婚礼那天你给剧组请假 直接过来参加就行 如今吴基早已凭借战狼系列已约成为中国一线巨星 成为巨星的她并没有忘记初心 还依旧认真拍戏 和亲子谢南恩爱如初 可以说谢南和吴基也是热圈 让人非常羡慕的一段 李小萌和王磊的爱情同样让人羡慕 李小萌从电影《谁说我不在乎》出道后 早早的就表示自己绝对不接吻戏 初吻要留给自己以后的老公 因为这样的坚持 她少了很多参演的机会 但这并没有阻碍她的发展 她又出演了金太郎的幸福生活 《平凡的世界》等多部电视剧 还出演过多部跨界 2020年她以首发嘉宾的身份 参加了跨界歌王第五季 甜美的歌声 真诚的演绎 让许多观众又重新认识了 这个多才多艺的姑娘 尽管演绎经历很丰富 但她的情感 世界却很单纯 王磊是李小萌的初恋 2005年因拍摄《大育女》而结识 王磊的幽默热情 与一身正习 吸引了这个单纯的小姑娘 两人之间情愿暗生 相恋七年后 两人在北京举行了婚礼 婚后两人的感情有增无减 王磊因为给女友安全感 保证自己以后也不接吻戏 而在这个娱乐混杂的娱乐圈 硬是没有任何绯闻传出 真的可以说是娱乐圈中 最干净的夫妻了 孙力和黄磊的爱情故事 在娱乐圈也是广为流传 说起来他俩还算是半格式生命 1995年 当时就读研究生二年级的黄磊 已经当起了助教 恰好孙力这年 准备考北京电影学院 黄磊在点名的时候 看见孙力跟他一见钟情 这时候老天也为他们送上了缘分 孙力的面试成绩不理想 但是面试老师对他很有好感 不想手机这个好苗子 于是让黄磊为他辅导台词 准备充分再来考一次 就这样黄磊和孙力的缘分正式开始 孙力和黄磊在大学期间迅速升温 更是从大学延续到了现在 2004年在相恋9年后 两人领证结婚了 整个过程非常简单 黄磊找了他的朋友 录下了两人领证的过程 甚至都还没告诉各自的父母 这段从学生时代就开花结果的爱情 称得上神仙爱情 结婚这么多年 两人虽然没有忽忽烈烈 但也算得上是细水长游 彼此依赖信任彼此 如今他们一家五口过得依旧自在 孩子大了 孙力复苏继续拍戏 黄磊当这篇人上综艺很是惬意 内心纯净的源泉出道22年名绯闻 在中戏期间 他认识了他这一辈子 唯一爱的人夏宇 此时的夏宇 已经凭借阳光灿烂的日子 成为中国最年轻的三六影帝 但他就对源泉一见钟情 在夏宇积极追求的公志下 1998年 两人终于走到一起 成为了众人眼中的金童玉女 其实两人的性格很不一样 源泉喜敬 夏宇好动 但或许这就是爱情迷人的地方 可如此气恶的爱情 却还是迎来了考验 两人也经历了感情的 比静心也会冷战 吵架 厌烦 最后在夏宇先后传出 和发明明和高原的绯闻后 人的感情也走到了尽头 2007年 元泉和夏宇正式分手 同年在非常静剧烈的采访里 谈及和夏宇的九年爱情超跑时 说到白头偕老 元泉一时遗色 临时退场 眼泪怎么也止不住哭泣 采访一度暂停 也许夏宇看到了这档采访 于是他再次主动对元泉示好 在夏宇的深情告白下 两人复合 2009年 两人步入婚姻殿堂 这个感情终有了结果 时至今日 这个恋人依然保持着恩爱 成为了娱乐圈 终生待遇的模范夫妻 夏宇还时不时在售媒上 给妻子的动态点赞互动 除了作品 元泉也成为了 娱乐新闻的全员体 童年因有杨雪的情绪 也非常干净 从小月 有花无缺里面将一眼一战成名后 她又出演了 我拿什么爱你 人间正道 是沧桑等多部影视剧 同时凭借精致的演技 荣获了诸多奖项 但是混得风生垂起的时候 杨雪却毕然不然人放弃了视野 选择了结婚生子 过起了相夫教子的生活 杨雪的老公是一位 才华横秘的美术设计师 叫赵海 他曾担任过 长恨哥 人间正道 是沧桑 集结号等多部影视剧的 五美设计 杨雪被赵海的艺术家气息所吸引 下一次采访中 更是爆料是自己主动追求并表白的 都说女追男隔层杀 杨雪最终如愿以偿 嫁给了自己的老公 并为了家庭 选择在事业巅峰时退演 可见是真爱无虞了 而昏晃的杨雪更是低调 很少有她的动态 但偶尔的动态里 也能看见丈夫赵海对她的宠爱 万人名称号 几乎是风情有物的代言人 粉红女郎中风情万种的万人迷 天龙巴腹里刁蛮任性的阿子 三国里的盛世美颜貂蝉 都让人印象深刻 尽管在剧中她风情万种 风姿绰约 经常游走于各色各样的男人之间 但在现实生活中 陈豪却结身自豪 嫁给了圈外人刘海峰 婚后两人迎来了两个可爱的女儿 一家人生活低调且幸福 陈豪为了家人 竟然退出了大众视线 回归家庭陪伴孩子 她现在很少发圈 但从吉尚的点滴中 我们也能感受到 这位风华绝在的万人迷的幸福与满足 紫霞仙子朱英的情绪也很干净 她和周星厨之间 有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恋情 但由于新年的若即若离 朱英忍受不了 这种始终处于底下的恋情 最终导致两人分手 因为两人之间的牵绊 实在是太深 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内 朱英都无法忘记 两人之间的点点滴滴 甚至对感情对有一些疲倦 直到1998年 朱英的钟又结实了一位 可以值得相伴一生的人 黄冠忠 有一次黄冠忠家走失了一条狗 恰好被朱英捡到 朱英去还的时候 意外发现黄冠忠竟然住在自己的楼上 两人渐渐有了交集 后来黄冠忠用自己的才华 爱心踏实打动了朱英 两人选择了在一起 当时黄冠忠的名气没有朱英大 媒体都不看好这段恋意 当恋意合不合适 只有两个人知道 黄冠忠和朱英顶住了巨大的压力 一起风雨雨 走过了几十年 现在每次出现都是幸福的模样 香港公主陈慧玲出道以来 林是非 林绯闻 林走光 林结党 被称为香港最干净的女性之一 她也合作过不少大咖 与国附成合资的电影仙月飘飘 还获得金像奖最佳新演员提名 这张同名专辑 更是几乎把能男的奖拿了个遍 之后金城武梁朝伟 各个男神陈慧玲都合作了个遍 尽管合作了那么多男神 但陈慧玲从来没有绯闻 因为她早就心有所属 在美国读书的时候 陈慧玲认识了现在的老公刘建浩 那时候两人都是学生 谈起恋爱来也都是单纯专一的 尽管回国后 陈慧玲爆红 契约很多 但她每次拍完戏收工 都直接回家休息 2008年经过了16年的爱情长跑 两人终于结婚 陈慧玲在她演唱会上宣布婚讯 起起而起 婚后陈慧玲减少了工作量 大部分时间都落得了家庭 直到最近几年孩子大了 她才开始慢慢在月潭活跃 最美艳的港姐钟楚红 是无数男人的梦中情人 她几乎每次出场都能惊艳众人 虽然气质无媚性感 但除了拍戏 钟楚红很少参加一筹 感情生活也干干净净 1987年钟楚红 接拍一部化妆品广告 与广告材质 朱家鼎相识 经过四年恋爱 两人于1991年结婚 1994年 钟楚红完成首托的戏约后 彻离心灵 安心在家佐助太太 婚后两人甜蜜幸福 可惜命运总是爱开玩笑 结婚十几年后 朱家鼎得了癌症一之无果 最终在2007年离世 之后钟楚红宣布 金声不再大 丈夫去世十多年 她至今诞生 这段感情让人十分动容 老一位艺人何赛飞 虽然是荧幕上的一态的专业户 但是与荧幕上风情万种 截然相反的是 现实中的她传统而保守 嫁给了初恋 如今与丈夫已经携手走过了33年 这些情史干净的女性 她们每段感情都能拍成偶像剧 有人一辈子只谈一场恋爱 有人和初恋相守29年 有人为爱嫁给穷小子 还有有人爱人离世后终身不嫁 虽然身处五光十色 只最精明的娱乐圈 但她们结身自好 对待感情一心一意 或成了娱乐圈难得的清流 这些美貌与实力病情的女性 你最喜欢谁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一泰哦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四一泰的视频 就请多点赞和关注 四一泰每天都会高兴 精彩娱乐资讯哦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